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影片就稍微针对待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以及分析吧 一如往常稍微先看完皮熊猫在目前购物游戏中的一些基础资讯方面吧 那40级CP上限可以达到1683 50级CP上限可以达到2095 当然这是初始的这个形态还没有进化的CP上限 攻击数值方面可以达到145 防御方面107 那血量方面达到167 弱点方面为妖精系、飞行系以及超能力系 所以尽可能可以选择拥有这三种属性的招式宝可梦去出战 然后抗性方面有二系、冰系、一般系、颜色系还有刚系 尽量就是避免选择拥有该些抗性属性的一些招式宝可梦去出战 顽皮熊猫捕获的CP又如何呢 没有天气加成下20级CP上限是796-850之间 然后天气加成下25级CP上限是995-1063之间 另外顽皮熊猫在目前购物游戏中的技能词其中包括了一般招式可以使得的有一般系的撞击以及格斗系的踢倒 然后特殊招式方面可以使得的有一般系的泰山压顶加二系的咬碎 也或是说格斗系的下盘梯 那马上来看一下顽皮熊猫团战最佳的一些出战选择方面吧 那根据目前获胜所需的时间呢 那在讨伐顽皮熊猫的时候最佳选择出战宝可梦有两只 其中包括就是有念力以及精神急迫的超梦 或是说蛇田加精神强烈的超级跟鬼 当然如果有缺乏刚刚所提及的两大宝可梦也有别的一些选择 其中包括就是翅膀攻击加生鸟猛击的火焰鸟 然后起风加生鸟猛击的超级大鼻鸟 爆炸烈焰加空气盏的超级烹火龙 然后念力加精神强烈的沙奈朵 暴风加空气盏的烈空座 神通力加气旋攻击的洛奇亚 神通力加神鸟猛击的凤王 然后意念头锤加精神强烈的拉蒂欧斯 那感谢赤等选择在队上 这个顽皮熊猫团战的时候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那虽然目前的顽皮熊猫为六代 其中一只全新的这个平民宝可梦登录购游戏中 然后是以这个团战头目的身份登录的 但是呢是以一星的团战头目来登录购游戏中 所以基本上训练师们在这个一星的团战里面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 基本上只要选对了这些克制宝可梦训练师们单挑也可以完成开一些团战 然后去捕抓入手 还是希望刚刚所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克制宝可梦阵容可以有效帮助大家吧 好了影片时间差不多 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影片最后的言论呢 仅供参考并不能做一个标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 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就再见咯 Bye You monster, I will destroy you